魏英 蓝忘机确实不动了 魏英 下一件 只能你去了 为什么 魏无羡皱眉 我怕忍不住 舍不得 蓝忘机 没头没脑地到了这样一句话 记住 万事 遵从本心 掐了个法觉 便把人送走了 良久 扯出了一抹比哭还难看的微笑 只有这样 你才能想起全部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长长久久 而非 先繁之别 再无来世 而魏无羡皱眉皱眉 进入到下一件牧室 不对劲 蓝湛很不对劲 那迫不及待的动作 像是生怕自己反悔 可是 蓝湛 又怎么做对自己不好的事呢 魏无羡对蓝忘机的信任度很高 抱着这样的信任 他开始环顾四周 这里很空 有的只是中间立起的一个 制舞台 缓步走过去 魏无羡疑惑的看着上边的抹额 竟是 染血的 下意识的 魏无羡伸手去触碰 下一刻 眼前的景象仿佛都被时间扭曲了那般 耳边似乎传来一道熟悉却很遥远的声音 魏英 在否 归否 没意会 魏无羡彻底失去了意识 身子软软的就要倒地 纷纷扰扰的记忆一涌而上 魏无羡看着记忆中的自己最后那了无生去的眼眸 自己的心也一下子就空了下来 所有的情绪他都能感知到 每一件事的心境他都知道 他都想起来了 原来如此 阴暗的乱葬岗没有一丝光亮 魏无羡仰头望天 捂着早已不再跳动的心口 还好 现在 他不是一个人 还有个傻子 一直心悦他却不曾告诉他 魂体啊 那身体便是在千年之后了 魏无羡低难道 想到蓝湛说得舍不得 如今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蓝湛早就知道 他会回到千年前了 应该是现在的他告诉现在的蓝湛的吧 梳理好所有已知的东西后 魏无羡毫不迟疑地朝乱葬岗外走去 他要去找他的心上人 蓝忘机 现在的蓝湛定十分痛苦 他要早早地见到他 云深不知处 竟是 窗外的玉兰开得正好 可惜平日欣赏的主人此刻正卧床不起 本就没怎么养好的借边伤 经过其主人强行去乱葬岗后 伤口撕裂得更深了 蓝忘机紧闭双目 似是疲倦地昏睡了过去 哪怕如此 他的眉头也是紧紧皱在一起的 梦中也不得安宁 自乱葬岗而来的魏无羡 一踏入境时 便瞧见了心上人这副模样 心紧紧地揪在了一起 心疼 怜惜 亏欠 爱慕种种情绪 占据了他整个心房 眼中除了床榻上闭幕的小仙君 再也容不下了其他 缓不上前 魏无羡身手 抚向了小仙君紧皱的眉头 似是想要抚平这紧锁的眉心 傻子 我也是 若早早知晓你的心意 我又怎舍得 怎会舍得 就此失去生的欲望 任凭万鬼反噬呢 自一开始 蓝忘机于魏无羡而言 就是不一样的 不然 为何在修了轨道后 这般看中对方的看法呢 又怎么明明认为 对方不喜自己 偏生要有空就撩拨人家呢 魏无羡就这样一直看着蓝忘机 不知过了多久 床榻上的伤患 缓缓睁开了眼眸 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眸啊 空洞 麻木 溢满了悲痛 仿佛也就此随风而去了 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蓝忘机猛地一回头 瞧见床榻边的人后 也顾不得背上再次撕扯开来的伤口了 挣扎着就要起来 魏无羡见词 伸手就要把人按回去 却扑了个空 不由地苦笑一声 是了 现在的他是魂体 虽不知为何旁人看不见他 偏偏蓝湛就能看见他 但是 这会 他无比清晰地明白了 自己现在已经死了 蓝湛 躺好 我有话跟你说 蓝忘机垂眸 乖乖躺了回去 他觉得自己尚在梦中 可是这是这些天来 魏英第一次入自己的梦中啊 他如何舍得拒绝什么呢 蓝湛 我于千年后而来 我知道你或许暂时不能接受 但事实就是 好像我在乱葬岗 后来魂魄去了趟未来 在那我见到了你 说到这 魏无羡展颜一笑 看着难得表情有所变化的蓝二公子 调皮地眨了眨眼 听说 蓝二公子 欣悦我 尚未等小仙君回答 魏无羡又把手须须地抚向小仙君苍白的脸颊 轻声道 好巧 我对蓝二公子也有非分之想 魏无羡接连解释几次后 蓝忘机才彻底安定下来 但那只是表象 心底却一片惊疑 从魏英口中的事 他很容易就能猜想到 现在的魏英回是回来了 可 魏英话里的他可是困手目中千载 他的魏英 想必在这个年代还是消失了吧 而且 未来的自己想必已然知道一切 思及此 蓝忘机最近从来没有像今日那般 强烈地希望自己的伤快些好起来 他想在这不知多长的时间内保护好他的魏英 也不是他不愿留下魏英 而是 魏英为何回去 他尚未知晓 魏英也并不知晓 这如何留 加之这个世道 还不若魏英好好的 每日皆欢颜的生活在未来 他 不能那么自私 蓝湛 好像 我能触碰到你了 就在此时 魏无限惊喜的声音响起 而回过神来的蓝忘机 也确确实实地感受到了 手上的触感 虽然冰冷一片 可是 是实的 可有感到不是 蓝忘机第一反应并非惊喜 而是担忧 魂体怎会突然被人触碰到呢 闻所未闻之事 他怎能不担忧 尚未察觉 就好似 我来你身边后 便渐渐有了凝实的感觉 先前那些弟子还瞧不见我 你一睁眼却能看到我 难道与我到你身边的时间有关 魏无限摸了摸下巴 猜测道 当然 这其中缘由 莫不是让他来到现在世间的抹额 做的好事 那抹额上的血迹 是蓝湛的 不过 终究是猜测罢了 毕竟除此之外 他想不到旁的缘由 不管如何 一旦有所不适 一定要与我说到 蓝忘机轻轻握住魏无限的手 无意识地捏了捏 反应过来后 不自在地微微撇开目光 耳根也变得烟红 嗯 对于现在时刻留意着小仙君的魏小县来说 小仙君的这点变化 自然也瞒不过他 他好奇地凑上前去 仔细瞧了瞧小仙君的神色 又伸手轻轻捏了捏那泛红的软肉 松手 那处更红了 可小仙君很是乖巧 就任由他拿捏 啊 对 原来小仙君现在动不了呀 魏小仙眼睛一亮 看着一脸淡定的小仙君 恶趣味上头 嗯 小仙君受伤了 听说 亲一下就没那么疼了 越想越理直气壮 啊 对对对 这都是为了小仙君好 才不是想看小仙君害羞 才不是美色上头想轻薄于小仙君 感受到脸颊微凉的触感 蓝忘机瞳孔紧缩 猛的看向已经收回动作 笑得跟只偷了新的小狐狸那般的卫英 满脸愕然 片刻后不止耳根 连苍白的脸颊也有了几分血色 见此味无限很是欢快地在心底偷笑 可不能在蓝二公子面前放肆笑出来 不然本就害羞的小狼君指不定不踩他了呢 那可就亏大发了 韩光君 嗯 蓝二公子 嗯 蓝湛 嗯 你要做甚 蓝二哥哥 魏无限心悦你 魏无限趴在床榻边上 眉眼弯弯 调戏现在纯情的蓝二哥哥什么的 可真是太有趣了 哈哈 嗯 蓝忘机怎看不出心上人戏谑的目光 可这话实在是心动不已 应了一声后 他又觉得不够 很不够 又补充道 忘机一心悦于鹰 我知道 纯情的韩光君 也很讨人喜欢呢 蓝忘机定定地看了魏无限好一会 沉默许久 脸色更为苍白了 那是伤口在抗议他的动作 可他什么也不管了 只低声道 你果真是梦啊 魏英不会如此 他 并不喜欢我 我曾表明过心意 然 不提也罢 虽然是梦 但你 可以留久一会吗 我已经许久没有见到你了 梦里反倒是可以 不必按捺心意 认认真真的看着你 别动 魏无限听着这一字一句 心底满是心疼 皆到男儿有泪不轻弹 可情至深处 如何不动容呢 原来魂体 也会流泪的吗 蓝湛 梦里 会有我这样生动形象的大可爱吗 魏无限想要笑 这是他最擅长的了 可是无论怎么做 他现在都笑不出来了 泪珠滴落在蓝忘机手上 泛起了微凉的触感 他如梦初醒 猛地抬头看向眼眶微微泛红的人 手微微发抖 想要触碰到眼前熟悉的脸庞 却终是空 却终是空 再度开口 连声音都变了父母样 更沙哑了 魏英 是我 是真实存在的我 蓝湛 我来了 魏无限也只能须须地握住蓝忘机停留在半空中的手 不住地点头 又笃定地补充道 不是梦